这四本呢是英国出版社Bruce Ferry所出的童话贴纸书 那它的开本呢相较一般坊间贴纸书是稍微大一点的 那里面呢它的贴纸啊从150到350不等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3 Little Peaks 3只小猪 那它前面啊都是故事页 那这边中间才有贴纸 它的贴纸有很多种 它会在就是写上页数 所以你就会知道哪一页的人物是贴在哪一页上面的 那就这样子搭配着故事做使用 那最后呢它会还有多送你一些小贴纸啊 你就可以点缀在画面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就是看小朋友想要贴在哪里 还蛮多各种各式各样的突然贴纸哦 好 The three little pigs wave goodbye to their mommy They wanted to build their own house to live in 那3只小猪呢 就跟他们的猪妈妈说再见啦 因为他们要去改自己的房子 那你看哦 像这个是 这边有写嘛 2跟3 所以呢 它要贴的贴纸是这里 那你看 可以看到 三只小猪要跟妈妈说再见哦 他们都拿着包包出门了 The first little pig built a warm house of straw But the big bad wolf was watching him 那第一只小猪呢 它就用稻草啊 盖了一个稻草房 但是呢 大野狼却在偷看着它哦 你看这个是四五页嘛 所以它会用到的是这边 有没有 它用稻草盖了房子 The wolf huffed and puffed And he blew down the straw house The pig had to run away 然后大野狼呢 就这样呼呼地吹啊吹的 你看 它的嘴型 它很用力地吹 那个房子 小猪满面丑笼 因为它的房子被吹倒了 它不需要逃走 刚刚小猪满面丑笼 只贴在这边 大野狼贴在这边嘛 因为它往那边吹 The second little pig built a big house of wood 那第二只小猪呢 它盖了一个木头的房子哦 你看这是八九页 用这边的贴纸 它盖了一个木头的房子 But the big bad wolf was still hungry 但是呢大野狼还是很饿耶 那会怎么样呢 The big bad wolf huffed and puffed And the house of wood fell down The pig run for his life 大野狼很用力地吹啊吹的 结果第二只小猪的木头房子也倒了 它只好赶快跑 The third little pig built a strong house of bricks She knew all about the big bad wolf 那第三只小猪呢用砖块盖了一床很坚固的房子 因为它知道大野狼很坏哦 后来吃它们 The big bad wolf huffed and puffed 那大野狼又来啦 然后又用力地吹啊吹的 But the three little pigs sat in the strong brick house safe and sound 但是呢这三只小猪住在这个很坚固的砖块房子里面 它们是非常安全的哦 And the wolf never got in No matter how hard he tried 那大野狼不管怎样 都进不来这个坚固的房子 就算呢他多努力的事 比如说他想要从烟囱下去 然后结果就被看到咯 好